你就看一下 你也是不丑啦 谢流 谢流 哈喽大家好我是Mia 谢嘉诚 那我是一位演员 是模特 也是AK排球美少女 那如果在排球界的话 大家比较常称我小米 好 小米你好 你再给我装 你再给我装 OKOKOK 好啦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认识DV的 哇 这样算下有 DV多久了 15年 那大概可能真的有 有没有10年啊 大概至少8年 至少8年 至少8年 哦 为什么认识 因为你们的人搭讪我啊 谁谁谁 谁这么过分 谁 谁 因为有 我就关注我比较久的 应该知道我之前在台中的一间体用品店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介绍一个讯息说 诶 我们现在我们是DV 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 那我们开始要进军一些排球的系列 那我们有推出一些新年福袋 那可不可以找你来当我们的一日店长 好像你们当时有快闪店 还是合作店家在台中 我说哇 找到我真的假的 后来我就接了这个活动之后 我以为是诈骗 后来去的时候发现 诶 真的就只是一日店长 诶 后来真的大牌长龙 那福袋都是麦道一 确定 诶 真的是不好说 真的是不好说 哦 ok ok 好啊 那 呃 那个时候的你 或是说在那次接触完之后的隔几年 对DV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你们每次的Menu出来 都是一大堆篮球帅哥 嗯 让你小路乱撞 不是 我是觉得你们都是太直男了 哦 太直男了是不是 有在这边有现场的工程人有待超过五年以上的吗 我 除了你之外 没有 你们有看过以前DV的东西吗 有 他有他有 值不直男 他们就写 我们就是直男 就是DV然后一连串的一文字 然后就 就没了 所有的设计上面 现在可以 因为你们现在设计蛮好 现在可以讲了 可以可以可以 所有东西就是真的是男生会穿 男生 ok会很喜欢 因为没得挑 然后再 我们的族群就是男生想怎样 你不是人家罔顾一些 还是有一些喜欢运动的女子 ok 有我们不是找了吗 我们不是找特别找你来了吗 我真的是很有宣传效果 你说是吧 对 但我不得不说DV给我的感觉真的太 我觉得一开始很远 对排球人来讲 因为我就打排球嘛 所以一开始DV给我的印象就是 反正我也接触不到你们 那你们的商品各方面觉得 好像跟我都搭不上边 然后你们好像也似乎都主打篮球 所以我们那时候找我的时候才觉得 是不是诈骗 所以我那时候对你们的印象就是 ok 可能 maybe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 是不是就像认识八年的 对 好腻喔 还好吧 也还好吧 也还好吧 好了那讲讲认识这八年里面 你做了哪些事情 因为其实虽然 这次找你来 我其实其他人全部都是现在还在圈子里面 算工作 不管教练还是幕后工作人员 还是社群行销人员 就他都还在这个圈子里面工作 嗯 但你当然比较特殊 你不算 你只是排球爱好者 算是打得蛮好的排球爱好者 讲的也算不错 对 就不要一直强调这个 对 所以 就是 你自己这几年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身份这么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做一些可能就赔酒啊 喝暴力讨债 可怕 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可怕 我觉得我真的算 你这样一路看我 我应该算是变化蛮大的 是 因为我真的以为 我就会 一直待在 那一间体育用品店 那我们的生意也真的是蛮好的 那我觉得 因缘机会接触到模特的工作 然后就默默的 也做了几年 然后拍了广告 因为我人生第一支广告是爱迪达广告 所以那时候 他们是以一个 为定的方式呈现 然后才接触到所谓动态 我才慢慢觉得 哇 我真的对表演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有兴趣 可能我从小到大给人家个性 我其实不知道我喜欢表演 但后来想一想 我真的从小到大真的蛮爱演的 后来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向往的一件事 但从未没有想 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后来发现可以有这个机会 踏进去 等于要踏出我的舒适圈的时候 我觉得要不要闯闯看 所以我就觉得好 那我试试看 所以一路以来到现在 我更确定我真的就是好好走表演这条路 所以就开始拍戏 然后开始接一些主持活动 然后主持外景 那我其实一度有很担心 我会不会脱离运动这件事情 就脱离排球 后来发现其实这根本是可以兵型的事情 大家要不要花时间跟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而已 所以后来这八年来我觉得 我还是很喜欢运动 只是算是在演艺产业 但我后来静姐有发现我其实蛮开心 是我的工作开始又跟排球接回来了 就包含带全民新运动会嘛 然后带了三季 然后一路到现在 然后也看着见证你们 从原本的篮球市场 然后打到到处都我们的广告耶 你们行销的经费是不是真的是蛮值得的 告诉你都没有花钱 我就告诉你我们都没有花钱 我会不会休息喔 我们白球喔 真的 我们很辛苦 我不信 对对对 好啦 所以 你最终还是绕回来 排球这件事情吗 排球还是带给你很多嘛 对不对 绝对是 我们针对排球多讲一点 毕竟你都觉得我们跟排球很远 你们真的超远的啊 我刚刚都没有跟其他人聊 就是这个运动自愈他们是什么 你聊聊排球自愈你是什么 因为你们刚刚聊都是育育专场 刚刚那些都是我们很熟的真的很熟 都是篮球圈子 然后都参加过我们活动 然后都是或是就是在我们这边工作的人 我有没有参加过你们的活动 没有你从来就一日店长啊 就只有这个了吗 然后后面应该就是几次来 拍拍照啊 排球比赛 因为我们没有办排球 我们不真的有办过排球比赛 那你们会去摆摊啊 对我们会去摆摊 对所以就是没有参加过我们真的活动 但给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今年有可能要办排球的比赛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今年真的要办排球 你看我前两周还去主持了气牌 对你主持气牌这件事 因为我当时真的命令我真的下风 我真的下风 我当下只是觉得天啊 崇伟真的懂规则了 不懂还真的不懂 还真的不懂 而且大家民众会觉得谁啊 不会我跟你讲他们很爱我 我不是 你现在找我去搭档主持啊 OKOK 好啊 反正你就聊聊排球队里来说是什么 哇 这样讲感觉有点像 好像很中二 但我真的觉得排球真的是 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类点 因为我其实在大学之前 我是跆拳道出生的嘛 其实它就是个人项目 然后我打踢了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团体运动 然后加上因为如果有follow我的人 就会知道其实我有一段不平凡的过往这样 所以我其实不太会跟人家太就是太喜欢跟一些团体相处 更不用讲一些球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一直到大二 而上大学那一年我那时候记得新生训练 因为我趴在那个那个网子外 球场的网子外面 我就觉得天啊 大家在打球的样子真的好帅 因为我没有选择篮球 是因为我真的 我觉得篮球对来讲太恐怖了 我就被撞一下 我可能就手肘就断了这样子 所以隔日排球的 隔日网子的排球对我来讲 是相对比较好 好入门 然后也动作啊 各方面就 较困啦 OK啦 之类 所以我就那时候 下定决心要不要试试看呢 然后加入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打排球的大家 当时啦 我的球友的同学们 其实是非常的 保持很开放的态度 然后大家都也很接纳我 然后慢慢的 大家一起在场上奋斗 一起努力从零开始练 然后一路这样子起来 然后开始慢慢接触 在外面有些比赛 我觉得这当中不只是练球 我觉得更多对我来讲是 学会怎么跟人家相处 可能这个个性也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确定 哇这可能才是真正的我 不然我可能以前 真的蛮压抑的 回想起来 我其实学生时代 并不是开心的 然后一直到接触到排球 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可以敞开我自己 原来我可以交到这么多好朋友 那原来我值得 那么多人信赖 或者是喜欢 然后才扬成到现在 我觉得离不开排球 一来是我真的 我不是提宝神 我只是一般神 但我觉得我真的花很多的 心血跟精力在练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 跟一般人比起来 我打得还不错 然后再来是在 这个球队里面 我很喜欢大家一起共同奋斗 一起相处的感觉 那个我觉得应该是 在我胜面中现在是 拔不掉的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 等于看到排球 然后现在看到排球的 其他相关的东西 大家也会直觉的 找我合作啊 或者是宣传啊 或者blah blah blah 之类的 我觉得我蛮开心的 因为所以 今天如果把我排球这件事情 抽离我的生命的话 我好像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觉得 也不会啦 因为毕竟 长得比较漂亮 还好 哈哈哈哈 毕竟现在有演员 多了演员这个身份 是啊 我自己当然也看到 你知道你在演员这件事情上 其实也下了非常多功夫嘛 就是 非常认真在上课啊 时不时拍一些短剧啊 疫情在的时候 也是每天要拍东西嘛 你很关注我耶 非常关心 那我写真你有买吗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不相信 还真的没有 抱歉 我等一下传两张给你 就会买 好 那 我们今年DVR 就是 推出一个新的口号 叫做 Just Burning Up 那我们中文翻译成正要开始 它其实是一个热身的概念啊 就是 呃 他在国外这句话 他通常使用的时机 有点像是 就是 人家对你不耐烦 或人家看不起你 然后说 你结束了吗 你差不多了吗 然后他会 然后那个主角 或是那个人就会说 没有我才刚热完身了 我才正要开始而已 对 那在国外的语境 比较像是这样 那这次会推出这个新的slogan 因为我 我其实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DV 都在国外嘛 然后就是在大陆 然后去联盟工作 那这次回来DV帮忙 呃 我感觉到我们公司能量很强 就是因为 原本都只有篮球 就像你说的 离你很远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今年 我们 跨足 不只今年啦 其实从后续几年开始 我们跨足排球棒球 慢跑 全品项的运动我们都做 我们现在其实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台湾的运动品牌 那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口号是 一方面是觉得前面15年的起起伏伏 层层叠叠 我们去大陆一拜徒弟回来 碰了一鼻子灰 然后 呃在某些小成绩小领域里面 取得一些成绩 这样 那绝对那都是热身 觉得我们接下来才正要 正要开始 我们热完身了 才正要开始 对 那你自己怎么 诠释或理解这段话 就是这个口号 你看到的时候 至于你的 至于你的人生经验 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至于你的人生经验 用在我自己身上 对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看到你传给我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 我直觉反正就是 OK I'm ready 我觉得我准备好了 就包含你刚刚说 你们之前在大陆 这么多年来 其实都只是热身而已 都只是在体验而已 那现在才是真的要好戏上场 那我就至于我也是 包含 呃决定要踏入这个产业 演员的工作 然后我也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我中间有花了很多时间 我去上课 然后去做了很多自己的进修 一些累积 到现在 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怎么不好当模特就好 的确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是相较轻松 而且是我 可以就是很 拿的出手的东西 但我觉得花很多时间来讲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跟大家说 我做了些什么样的作品 或是说我今天有呈现一个到什么样的高度 但回过头来 我之前做过的这些准备 我只是想说 那我是不是也是这个样的状态 我暖身好了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 换我要开始的时候 对那我觉得蛮开心的一个起 起步是 上次之前拍了一部电影短片 就是在台北电影节上映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生一个新的开端 从去年这件事情到现在 其实回过头来之前 所有的辛苦 我觉得都是在准备 就像你们的品牌一样 那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什么 你演员这件事情最近有什么新计划 最近有吗 最近有试剂蛮多新的电影或影集 那去年年底开始有准备 虽然不能说 但的确已经有参与一些拍摄 那我觉得今年 年中或甚至是年底 开始可能就会有陆陆续续新的作品 呈现给大家 那我自己会希望 今年来说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是我想更做一些 想做的事情 就可能想很久的一些计划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启动了 所以就大家拭目以待 好哦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撇除掉你演员模特的身份 你终究还是一个排球的 热爱排球的 运动爱好者 这个概念 对 所以未来你希望 DV这个牌子 用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我们现在是自以为 台湾运动品牌 所以你觉得 你希望我们用什么角色 或是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 可以陪伴这个大家 你就站在排球人的角度去思考就好 我觉得不一定是排球人 我站在一个运动人的角度好了 因为你们真的做了很多的品牌 那我觉得用商品去陪伴大家这件事情 你们已经做的非常多 然后不然各家可能在地品牌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做更多的 比较像是传达者 或者是一种宣传者 我希望你们可以像我刚刚在听上一个人在访谈的时候 其实蛮多在地的运动球队的一些故事 他们很值得被看见被听见 那我觉得DV现在品牌做起来 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媒体资源跟行销资源 我觉得你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带状节目 可能是网络节目也好 去走访这些地方 而不是邀请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地方 是大家真的是要去亲眼看到 这么多孩子或是这样的体育人才 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去成长去练习 但一样可以带出很好的成绩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做一些传达 跟宣导 然后跟一些倡导者吧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就像你刚刚说你们累积了这么久 就在这一刻 那其实这一刻也不见得只是商品而已 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在这里 现在我做的地方睡觉 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做了些东西 然后我们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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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做些东西 感谢观看